香港大球場今晚熱鬧鬧 潔志與太陽飛馬合演的竹種杯王者之戰 由飛馬先挑戰 用的招數是重炮 一而再去試,不過都是差點 逐漸站穩陣腳的潔志由林家偉發炮 罰球專家射穿人場 但各球省縱門柱彈出 大難不死的飛馬一度以為有後腹 魔域志接應各球頂頭脫 但龍門口殺出林家偉這位情咬金搞破壞 幫潔志護空門 功夫一橫一直 夠用的話何需三件頭 一件頭都夠殺 無需出動什麼攤綁服 下半場12分鐘 干拿高二十多馬轟出一腳 神奇的冷戰 那波策內柱彈入 潔志將僵局打破 時間越來越少 大球場的飛矮越來越多 有沒有影響戰局 各位自行判斷 但飛馬沒有板斧 找到最平的一顆入球 亦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干拿高一個入球 足夠令潔志小小地贏1比0 善亂足總盃 這位西班牙射手 成為決賽最有價值球員 潔志成功為免 總算為即將離隊 轉頭阿德萊德聯的金巴爾教練 送上一份最佳禮物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郭子龍 德恩 不建議